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图是不是可以用法兰圈来替代呢 之前我们讲过马桶移位是一个技术 而且风险挺大 搞不好容易堵 我个人建议能不移位就不移位 当然如果实在是需要移 那么通过加高马桶的位置加装移位器 那也是可以实现的 通常来说建议移位的距离最好不要超过15厘米 一般情况之下都是2厘米到10厘米之间 会比较保险 有一种移位距离在2厘米左右的移位器 看起来就好像是加了一节PVC的法兰密封圈 然后就出现了您问道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改了到90毫米的PVC管道够不够用 第二个就是能不能用密封圈代替移位器 我们来一个一个回答一下 首先咱们来说这个90毫米直径的PVC管道够不够呢 马桶的下水管有两种尺寸 一个是90毫米 一个是110毫米 都是PVC的材质 通常开发商预留是110毫米的 但是如果你改了管道改成了90毫米 这个也没问题 属于是标准尺寸也不用担心 直冲马桶内部的管道稍微粗一些 但是肯定也不到90毫米 红锡的马桶内部管道才50到60毫米 也就是五六厘米的直径 所以下水管道哪怕是90毫米 也就是9厘米 这个也足够用了 第二个能不能用密封圈代替移位器呢 通常装马桶的时候 都是直接使用密封圈 这个也叫马桶法兰 也叫法兰密封圈 直接用这个 之前密封圈有用牛油的 现在材料进步了 都是橡胶浇泥 既有胶性 可以紧密贴合管道口和马桶的连接处 又比较柔软 可以贴合各种的边缘 同时塑形能力还很强 轻易也不会变形 如果不是为了做位移 那选择这种密封圈就足够了 马桶就可以直接连接这个90毫米的下水管 如果您是要坐位移 用移位器 那也可以直接选择90毫米口径 那就不用再做转换头了 最后再提示一个小窍门 如果坐了马桶移位 装好之后 一定要仔细的多测试几次 找一些纸团 剩菜剩饭 模拟一下真实的使用 看看下水的情况 如果有问题 或者感觉可能有问题 那就及时调整一下 别等到地砖都铺好了 悔之完矣 好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中秋有什么苦恼 不妨说来听听 也许我能帮您解答 关注善意的壤修公众号 留言提问 还能领取学习者福利 се如果有问题 我咸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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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咸过去